我們要訪問的就是 台北勢力新民國中的學務主任 當然他也是2010廣州亞運的柔道教練團的教練 歡迎徐維鴻先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因為小時候其實 運動的能力還沒有被開發 所以其實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 那個時候不像現在體育這麼的風行 你有這麼多的資訊 那個時候其實沒有 所以我也不曉得我擅長什麼樣的運動 就知道他們在做的棒球 然後填進手球我都不太行 但是我又很想跟他們玩在一起 所以他說哥哥我跟你講 你幫我站在那個地方 等一下我們打過去你幫我撿回來 那我也很甘願去做這個動作 所以大家玩在一起 對 反正大家玩在一起 其實那個時候是真的不曉得自己是可以運動的 小時候爸爸就覺得我是長子 所以你要花一些時間在念書 偏偏我又不擅長 那跟我一樣 所以其實是很挫折 然後一直想要找到自己的出入和專長 然後又加上那個時候 很風行這個 Bruce Lee 李小龍的電影 所以我就對功夫覺得 哇他好酷喔 所以其實在內心裡面一直對這個是有憧憬的 只是不曉得怎麼樣去入門 又不像現在其實坊間的才藝班非常的多 坊間的道館也非常多 以前是沒有 其實這些教練真的在我生命中是非常寶貴的貴人 他不只是在我的人際關係上面 我的學習上面 甚至我的術科上面的展現 都給我非常多的幫助 他知道我可能在這個量級上面 對我來講不是這麼優勢 但是我自己看不到 所以我會很鑽牛角尖是我要比這個量級 當出現這樣的狀況他會主動幫我調整 因為我們柔道是用體重在做分級 對 那你在不同的量級其實會有不同的優勢在 就像籃球打不同的位置 他對那個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對他的技術的展現也不一樣 技術發揮的成分是比較高的 但是我自己是看不到 因為在那個單下就只知道我想拿好成績 然後我想要好好練我想要花很多時間 但是自己在那個史武童沒有走出來 對這個時候不管是老師或教練 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一直認為當老師當教練 他都是一個生命感動生命的一個過程 他用他生命的經驗感動了我 那我希望把這份情這份愛傳承下去 對我的教學理念是教學相長 我相信我們在教導學生的那個過程當中 他也會回饋你 對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可以學到一些事情 不管是直接或是間接 對那我的柔道隊的學生就要考證照 所以我就會盯著他們要他們看書 對因為那十年我在學校當社監 所以晚上當然就要盯他們看點書 因為我自己知道運動這條路 你要讓這條路能延伸的長久 你不是只是在球場上 對你必須在其他的東西要幫你做一些加分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需要舞台 你如果有給他足夠發揮的舞台 他就會有那個passion一直留在那個位置上 所以我是覺得他們之所以不喜歡留在學校 不喜歡念書 是因為他沒有找到自己的專長 沒有找到自己的方向 如果你給他有發光的機會 他就會留在這個位置上 是繼續努力繼續堅持下去 更多精彩內容請鎖定 優服Sport Show